Hello 大家好 我是安卓的頻道 我是安卓 相信有許多朋友正在等待 特斯拉出更平價的電動車 最近消息指出 特斯拉正在計劃生產一款 迷你版的Model Y 而且它的年產量呢 將會先上看400萬輛 除此之外 特斯拉也剛公佈了 馬斯克的Master Plan 第三部曲的白皮書 裡面有更多跟數字有關的細節呢 大家有興趣的話 我也會把它的連結 放在影片下方的說明欄裡 最後在平價版電動車 真的問世之前 我相信Subtrak肯定開始交車了 因為最近不管是從特斯拉 還是空拍機的畫面 我們看到許多Subtrak 不管是安全測試 或者懸吊的測試等畫面 所以我相信今年肯定有些幸運兒 會開始領到Subtrak 以上這些內容 都會在今天的影片 跟大家一起分享 一如以往 如果你覺得我的頻道 對你了解電動車 尤其特斯拉有那麼一點幫助的話 希望你可以在影片下面 幫我按一個讚 最後一個簡單小動作 對我就是最大的支持與鼓勵 而首次來到我頻道的觀眾 也歡迎按下追蹤鍵 日後就不會錯過更多 跟特斯拉有關的話題 接下來我們就先從 最有可能席捲全球的 特斯拉平價電動車 開始聊起囉 早在2020年 馬斯克於電池日上 拋出特斯拉正在研發 一款售價 2萬5千塊美金的 平價電動車 而且這款車 將帶有可以自動駕駛的能力 相信這個消息出來後 有許多人就把這台車 納入未來購買的清單中 但隨著時間過去 馬斯克在之前的財報會議上 也曾經說過 特斯拉暫停研發 平價電動車的計畫 直到不久前 我們聊到 特斯拉在投資者日上 所宣布的 Master Plan 第三布局時 我就有說到 特斯拉應該又開始在計畫 這款平價電動車了 而這個想法 現在看起來 越來越有可能成真 這個消息是來自 中國36克網站獨家提供 雖然還沒有獲得 特斯拉官方的證實 但我覺得 非常合情合理 根據知情人士提供的消息 特斯拉正在研發 一款迷你版的Model Y 而且它的產能 將會先上看400萬輛 那這個消息 如果結合Master Plan 第三部曲一起來看 我是覺得非常合情合理 因為在投資者日上 特斯拉已經說了 關於第三代的新平台 它的目標 除了要降低生產速度之外 更重要的是要降低成本到50% 而且這個新平台 將有可能在特斯拉 最新的墨西哥GIGA工廠 率先生產 而之前我跟大家分享過 根據來自墨西哥一些政府方面的消息指出 特斯拉的GIGA工廠 很有可能在年底以前就可以開始上線了 另外這個消息人士也透露 這台迷你版的Model Y產能 將由全球的GIGA工廠一起分擔 其中北美的部分 將會由墨西哥的Monterey 新的GIGA工廠作為生產主力 而也非常碰巧 特斯拉最近柏林工廠 也剛提出擴廠計畫 計畫將由目前的50萬年產能 拉升到100萬輛車的產能 其中北美的部分 將會提供200萬輛 柏林以及上海的部分 各要分攤100萬輛的產能 我在之前影片跟大家聊到過 馬斯克他的終極目標是 能夠年銷2000萬輛車 如果要達成這個目標 評價電動車是絕對不可少的武器 而販售每個人都買得起的電動車 一直也是馬斯克Master Plane 裡面的重要步驟 所以我一點都不懷疑 特斯拉已經開始在往這個方向努力 只是如其來有更多的車廠 可能就要倒大煤了 雖然特斯拉的車說不上是完美 但他們非常懂得 怎麼抓住消費者的心 所以在過去一年多以來 我們看到Model Y在世界上 各個國家 它的銷售表現都是名列前茂的 根據剛剛出爐 還熱騰騰的台灣3月份 汽車銷售報告指出 特斯拉佔據總排行榜的第二名 只輸給第一名的TOTA CORORA CROSS 大家要知道這個結果 是讓人非常吃驚的 因為CORORA CROSS跟Model Y 是完全不同級別的車 一個只要台幣100萬以下 另外一個則是要突破200萬台幣 但大家可以看到 即使是這麼昂貴的Model Y 也是幾乎碾壓整個車市 大家可以想像 未來如果有百萬台幣以下的 特斯拉出現的話 不知道它的銷售數字 會飆到有多高 不過話說回來 看到這個名次 我覺得有錢人還是挺多的 連這麼昂貴的Model Y 都可以衝到第二名 更可以看得出來 特斯拉它絕對有吸引人的地方 順帶一提 在台灣想要買Model Y 還沒領車的朋友 現在有機會可以省6萬塊台幣 台灣特斯拉針對Model Y長程版 推出限時的現貨車降價活動 只要你願意在5月底以前購買 由2022年所生產的Model Y長程版現貨車 雖然它是2022年生產 但它算是2023年版的車 特斯拉這邊就直接折價6萬塊台幣給各位 雖然看起來是一個輕庫存的舉動 但因為Model Y過去幾個月 硬體上並沒有什麼顯著的改變 所以不管你是2022年底生產的 或者是今年3月才生產的車 應該是沒什麼硬體上的不同啊 不過這消息我在特斯拉官網上 是還沒有看到 而是在一些聊車聊科技的網站上所看到 因為我怕這個好地被一搶而空 所以趕快在這邊跟大家分享 希望有台灣的觀眾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這個促銷活動是不是真的 如果是的話 有興趣的朋友趕快打電話 跟台特洽詢 相信2022年生產的車賣完 這個活動就會結束了 不過看到Model Y在台灣也賣得這麼好 我忍不住要在這邊提醒各位 買車尤其買新車在投資上來說 算是一個購買奢侈品的行為 因為你的車從交車的第一天 就會開始掉價 尤其在前三年 它的掉價比例呢 又是特別的高 所以各位想要購買新車的朋友 可能要先想想 你是需要還是想要 尤其預算比較緊的朋友 可能要再想想 這台車有沒有可能可以幫你 創造一些投資報酬率呢 有些人可能打算利用買來的車 做生意上的使用 或者共存出租等等的 像我也算是誤打誤撞 因為有了這台車 所以我有更多的內容 可以跟大家分享 而透過Youtube的盈利 也讓我持有這台車的成本 大幅降低 雖然這是我最一開始沒有想到的 不然我早在五年前開Model 3的時候 就應該拍攝影片了 但各位如果你的預算是 比較緊的朋友呢 或許可以朝這個方面去思考看看哦 另外買新車在財務上 也算是一筆不小的開銷 所以大家一定要先做好規劃 包含需要貸款的朋友 你的利息可以貸到多低 沒有停車位的朋友 你需要花多少錢去租一個停車位 以上這些呢 都是在買車之前要先想清楚的哦 尤其在現在 經濟我覺得算是很動盪的時候 我不知道台灣的朋友 有沒有這樣的感覺啊 但是在美國 裁員潮是一波接著一波來了 包含之前在疫情期間 快速擴充的科技業龍頭 Amazon跟Meta 都已經裁掉兩萬多人 另外微軟跟Google 也都各自裁員超過萬人 甚至連在疫情期間 沒有大力擴張的Apple 現在也撐不住啦 開始進行裁員 而現在這股裁員風 已經從科技業 蔓延到其他的傳統產業了 包含這兩天的最新消息 連數十業的龍頭 麥當勞也都關閉辦公室 準備開始進行裁員 所以在這個時局 這麼動盪的時刻 買車絕對要量力而行啊 不過說來也諷刺啊 當公司開始進行裁員時 它的股價 反而會開始往上走 因為大家普遍預期在裁員後 它的公司支出成本 將會大幅降低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要學習投資啊 因為你可以避免掉被裁員的風險 但是又可以跟著公司一起成長 像是大家公認穩健的Apple 雖然也要開始進行裁員 但它的股價呢 從年初到現在也是成長了超過31% 所以在買新車之前 我真的建議大家一定要先學習 怎麼樣妥善投資哦 因為你拉長10到20年後來看 投資是在幫你賺錢 買車大部分時候都是需要花錢養他 所以一來一往呢 這個差距就非常大 為了鼓勵大家開始學習投資 有好的券商開戶禮 我也總是在那邊跟大家分享 目前市面上最大方的應該就是富途了 只要有美國沙馬的朋友 開戶入金3888美金90天以上 不但可以抽15股免費股票外 另外還會加賺一股Apple股票 這個投資報酬率超級超級高 另外這個月不管是新舊用戶 都可以參加他們的模擬交易賽 對於不懂得怎麼投資的朋友呢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練習機會 而且表現好的話 還有機會可以拿到1500塊美金的獎券哦 所以真的是非常佛心 有免費股票拿 又可以練習投資技巧 但隨著Apple股票一直往上漲 我不知道這個送Apple股票的活動 到什麼時候會結束 各位有美國沙馬的朋友 不想錯過就趕快利用我說明 藍裡的連結去開戶 免得日後後悔了哦 不過我可以預期啊 日後這台迷你版Model Y推出後 將會造成其他車廠極大的痛苦 光是現在要價高達超過200多萬台幣的Model Y 就已經打得其他車廠招架不住了 更何況未來一台不到80萬台幣的電動車呢 這下其他車廠要怎麼活啊 所以我是非常期待年底前 可以聽到來自墨西哥GIGA廠的好消息 不知道這邊有沒有朋友 也是鎖定這台迷你版的Model Y呢 希望你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哦 讓我知道一下 後來在昨天特斯拉魚官網也公布了長達41頁 關於Masterplane第三部曲的細節 會有興趣的朋友 我把他的下載連結放在說明欄裡 各位可以去看看 特斯拉將要如何一步一步達到他的最終目標 關於內容的部分 之前我也跟大家聊過 大家有興趣可以看我之前分享的這部影片 以往第一跟第二部曲是專注在特斯拉本身的產品 以及自動駕駛的發展上 而第三部曲則是非常宏觀 最終目標是希望全人類能夠以再生能源來完全取代化石燃料 而且馬斯克相信這個是可行的哦 那我個人是非常樂觀騎乘啦 雖然過程不容易 但希望他能夠有達成的一天 不過在那之前前兩部曲的目標總該先達成吧 其中包含了Cybertruck 隨著Cybertruck量產時間越來越接近 馬斯克看起來心情也大好哦 他在上週六說到 他在德州Cybertruck的產線上走了好幾個小時 整個看起來棒呆了 而在最近我們也幾乎每一兩週就會看到Cybertruck的新畫面流出 包含特撒的安全測試 這真的是吊足人的胃口 我真的很好奇以不鏽鋼製作的外殼 在接受撞擊後 跟其他一般車子會有什麼樣的不同嗎 另外透過網友空拍機的畫面 我們也看到在北加Cybertruck進行關於懸吊的測試 這位分享的網友我猜可能也是華人哦 因為他的帳號裡面有中文 真的非常感謝你的分享 我把他的影片連結也放在說明欄裡 大家可以過去看看 順便訂閱一下他的頻道 透過畫面我們可以看到這台Subtruck 經過各種顛簸的路面 雖然沒有辦法坐在裡面體會 但我猜啊 他懸吊肯定是比Model 3 Model Y還要更好的 而隨著Subtruck量產時間越來越靠近 我也開始不斷在思考啊 我的下一台車到底是要買卡車 還是要買比較大的SUV呢 因為說真的我並不算是一個卡車迷 但對於電動車呢 我還是希望他的續航力能夠越高越好 而目前看起來PicaTruck可能是最好的解答哦 包含Subtruck有可能是會上看500英里之外 最近美國的另外一間卡車大廠 RAM也宣布將在2025年推出一款全新的電動卡車 這台電動卡車續航力高達500英里 也就是800公里左右 而且拖重可以高達14000磅 也就是7噸左右的重量 大家可能要顛覆一下傳統卡車內裝簡陋 做起來不舒適的刻板印象哦 現在這些電動卡車內裝一個比一個還要豪華 當然他的要價也不費啦 所以這陣子啊 我的首選真的越來越有 從SUV慢慢的往卡車方向移動了 但最後我可能還是要等Subtruck 實車出現後才能做最後的決定 但大家可能不需要等太久啊 有可能年底就會看到Subtruck開始交車了 今天影片就先來來到這邊 希望我整理的內容對你能夠有點幫助 臨走前還沒按讚的朋友 希望你可以在下面幫我按個讚 給我一些鼓勵 還沒follow我頻道的朋友也記得按下鐘鍵 並且打開小鈴鐺 我們在下車影片再聊更多有趣的話題 感謝你的欣賞 我們下次見 大家掰掰